哈囉大家好我是紅玥瑞 那我們今天呢要繼續來玩 一點點練才生存 來觀眾我們上一集呢不就是 蓋了這個紅石音樂 然後呢也想辦法炸的這個成本嘛對不對 相信Alan一定會非常開心啦 那我們今天呢就一樣繼續來看看 觀眾們到底有給了我們什麼樣的任務要交給我們做吧 來這位觀眾說在阿洛家放一隻青蛙 為什麼要放一隻青蛙等一下 不過重點不是放阿洛家你知道嗎 重點是青蛙要怎麼找阿 有點麻煩耶 我在這個伺服器室還沒有養青蛙啦 然後我說真的真的是 觀眾真的是把我們家當動物員了 我好像最近就一直在運動物 一下運野妹一下養蜘蛛 一下運狐狸一下運駱駝 一下運什麼青蛙 真的是莫名其妙耶 來啦我們再做一點酸神啦 酸神又完了 喔對然後之前有觀眾問說 我們蓋著這個生怪塔會不會擋到這個小地圖會啊 老實說其實 不會擋到小這個字 可是好像會在地圖會裡面出現就是 上面的這一個地方吧 黑色的地方 不過其實也無所謂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小地圖會從我們站在這裡看 其實完全沒有被遮擋嘛 然後我們之前那個地圖 只要不飛過來這邊 就是不要把小地圖拿過來這邊有沒有 其實他也不會變啦 所以是OK的 來啦多做一點酸神 欸不對這裡就有線耶 白癡喔 這線是拼頭給我的啊 我還飛那麼遠 算了無所謂 總之我們現在就來去找青蛙回來吧 然後阿洛的火藥塔附近好像就是沼澤 我們稍微來去看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就是這裡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阿洛要在 這麼遠的地方蓋火藥塔 為什麼不用蓋在他住的地方 就是我之前蓋生怪塔那邊 那邊的海不是比較近嗎 為什麼要蓋這麼遠 對啊總之我來看一下 喔青蛙這裡有兩種 好啦反正他還沒說是什麼顏色了嘛 我們就帶回家 啊不是兩種兩隻 那我們就一次帶兩隻回去啊 然後要讓他們生小孩什麼的 其實也OK嘛對不對 總之先帶兩隻去阿洛家 接著就是把青蛙直接算在這裡啦好不好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樣的任務啊 那像這個我剛剛說呢 幫繡探獸蓋一個家希望大一點 因為他們很大隻 其實我們其實有蓋繡探獸的家啦 就是上面這邊 欸 上面這邊有沒有 有一個空島啊 欸他們長大了有沒有 所以看起來真的有點 空間不足 欸這個東西看起來怎麼那麼像金虎蘿蔔啊 我現在越看越像欸 而且我剛好手裡拿著金虎蘿蔔 其實有點像欸 呵呵 OK 總之繡探獸的家喔 我想一下 反正不管怎麼樣啦 我應該都會需要先幫這邊繁殖嘛 繁殖後之後呢我就可以不用把這些繡探獸搬位置 因為繡探獸搬位置很麻煩 然後 欸我記得下面這邊好像還有其他繡探獸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片頭之前拿來我家的喔 有沒有 外面都是 然後他是不是有留箱子啊 我看一下 喔這邊 他說相信你也看到了我送你的大禮物 這是他的飼料照顧他們喔 他給我一顆蛋 飼料我自己蠻多的啊 所以 哇修 外面這邊到底是怎樣 總之我先都讓他們繁殖啦 先讓他們繁殖 然後我想要拿多一點蛋 我這樣真的不知道我哪隻餵哪隻沒餵你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好大隻喔 哇這真的太多了吧 別想我到底是發什麼神經在我家養那麼多繁殘手啊 真的太多了欸 這裡根本就是繁殘手的家了嘛 OK 總之我應該能繁殖的都繁殖過了 那接著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OK觀眾目前這樣子應該是舒服多啦 然後我現在要回到我家 也做一樣的事情啦 老實說我 住到我家有沒有 就是睡覺的時候我都覺得 很吵 一開始聽他的聲音好像還好啦 但聽久了就覺得 哇怎麼那麼吵啊這個東西 所以我 你別怨我啊 誰叫你的叫聲這麼吵 OK觀眾聽一下 這附近 非常的 呃 等一下還有鸚鵡在 算了 鸚鵡應該沒關係 總之呢我們的秀灘手袋也收集好了嘛 那接著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準備建材了 蓋農場建材 那建材的話我是準備這些啊 就是很多石磚嘛 泥土 草地 石磚 石磚怎麼那麼多 然後還有紅石嘛 還有一些鐵軌 啊 好我好像忘了講喔 我雖然是說幫他們蓋家 但就是比較大有沒有 很大的一個 收集火把花 之類的 種子的農場 反正他們的需要就是一個大草原 其實就可以當他們的家了嘛對不對 我覺得就蓋一個農場也算是他們的家 不過目前的話還有個問題就是草地還不夠 因為我方便了家裡的箱子已經完全沒草地 所以說我們就來比較遠的地方啊 比如說這裡有沒有 這附近 感覺就很適合挖草地有沒有 我們的目標就是看能不能把這一小箱填滿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開挖 OK想這樣子我把這邊都挖成這樣子 草長出來之後應該看起來是蠻正常的啊 然後我現在挖完了我才在想 其實我可以只收集泥土對不對 收集泥土到時候種上去就行啊對不對 不過無所謂啦 草地的話就不用等嘛 欸不對 我現在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要讓秀探獸 踩總是好像不用草地對不對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我好像 哪裡有點問題 可能最近蓋太累了 沒想那麼多 像我現在拍攝的時間就已經是凌晨 呃凌晨1點34分 所以腦子可能有點不太靈光啊 不好意思 那接著呢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 直接把它給蓋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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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地方給... 完全蓋好了有沒有 可不可以看一下 欸不過這上面會生快欸 有點可怕 但只要我們不要待在這裡應該是沒事的 總共這裡就是我們給秀湯之後準備的 超級大草原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把這四十幾顆蛋 全部都放在這裡 這樣子到時候他們孵化之後 就可以開始吃這裡的草 然後挖這裡的種子對不對 非常合理 然後剛剛各位看replay應該有發現到就是 這底下是...我鋪了很多鐵軌的喔 那鐵軌的話其實很好收集啊 就...有個複製機嘛沒事 總之呢...呃...鐵軌很多嘛 但有鐵軌不夠 所以我們還需要翻一個RODE黃車 然後...在這邊看一下 欸他這樣...看得到他在跑嗎 喔有有有 反正他就是會這樣子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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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終點這樣子啊 我交給一台是不是會不太夠啊 我其實也不知道欸 然後中間呢就是有RODE啦 就是會...呃...他跑到中間就會把東西放進去 然後最後就會運到這裡面來 應該挺淺顯易懂的啊 然後就是等這邊孵化啦 但我懶得等好不好 這裡就是秀湯之後新加了 希望他會觀眾滿意啊 那最後的任務就是這個喔 他說岳哥可以把那座搶的門改成帥氣的機關門嗎 你認真嗎 我這裡已經被我炸成這樣子了 你知道嗎 被我炸成這樣子 然後你說要把這邊再蓋成機關門 我覺得有點困難你知道嗎 主要是破碎的門很難搞機關門啊 我目前是沒有想到有什麼...比較... 應該說一定要蓋機關門是可以 可是我會覺得跟這個被破壞的大門 該這麼講 會有違和感啊 你知道嗎 可是... 呃... 不管啦 總之我先把這個門給... 稍微修復一下好了 就是...至少不要讓他...漏洞這麼多啊 至少這邊要填起來 總之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把它修成 看起來像破損的大門 而不是這種... 根本就是沒蓋完的大門 你知道嗎 呃...不過如果要修復的話會需要用到花崗岩耶 我先來看一下那個... 這邊還有沒有好了 就是...我之前... 蓋門的時候不是在... 呃...鷹街盒那個地方有沒有 留還蠻多箱子的嗎 其實我都把它收集起來了 應該裡面還有...喔... 有一些材料 我來看一下 這些應該都蠻亂的 因為我都亂塞 喔這個很整潔 花崗岩 OK啦 那我們就拿花崗岩出來有沒有 接著我再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好了 嗯... 怎麼感覺都是... 沒啥用的東西 好啦不管啦 總之呢就看我自己的個人... 個人實體看能不能把這邊修一修啦 好不好 我們稍微就花一點時間嗎 OK觀眾... 我目前呢... 我花了一點時間啊 把這邊稍微修復了一下喔 那個... 目前看起來真的像是... 一個被踢爛的門有沒有 我覺得我... 我自己是覺得我蓋得還蠻好的啦 就是... 就... 就像被踢爛的門啊對不對 就是... 呃...也不要說像踢爛 就是... 被破壞的門有沒有 有吧 有...有那種感覺吧對不對 不過感覺好像再破壞得更高一點啦 當然算了 那接著就稍微在這邊搞機關門 我真的覺得不適合在這一個門搞機關門 你知道嗎 我想一下有沒有別的方法好了 這位觀眾是說 可以把那座牆的門 改成帥氣的機關門 他只是說那座牆 但他沒有說是這一個牆壁啊對不對 那我自己的話可能就不覺得... 好啦 直接在阿洛加蓋好了 先來阿洛加拿一下材料 他這邊應該還有一些... 喔有有 機關門一定會用到偵測器合火塞啊 那總之機關門其實也很簡單阿 就是... 我們先在這邊挖個空間出來好了 唉唷 這什麼地方 算了就這裡吧就這裡吧 那我今天呢要蓋的東西就是... 最簡單阿 也就是...應該是還蠻帥的 他就是一個1x1的機關門 有沒有用我不知道 但... 他就是最小機關門了 那材料的話真的也不用很多 一個偵測器 呃... 我們先做... 哪個部分比較好啦 下面好了 這邊要先挖... 唉唷... 嚇死我 總之我們先下來一點啦 因為我們要蓋的東西 要在下面 首先就是在下面這一格有沒有 放個這個年輕活塞 接著在下面放這個紅石磚 其實下面這些已經不用了 總之我們現在呢就是要... 在... 整個紅石磚這個地方喔 放上年輕活塞 讓他可以把那個路給... 彈起來有沒有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放一個方塊 隨便一個方塊 然後... 放個偵測器在這裡 那他訊號要往上 接著呢就會在這邊放壓力板 然後這裡放個這個... 方塊 方塊 欸不是不是這裡 上面啦 上面這裡放個方塊 然後... 哇等一下這個好像空氣不夠喔 我們會需要在阿洛上方這邊有沒有 蓋個... 欸剛好夠啦 這邊放個活塞 這樣基本雛形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差不多了 最後呢就是在上面啦 好不好 欸... 這裡挖掉 上面這一個 要放個紅石 我這樣蓋會不會有觀眾看不懂啊 看不懂也無所謂啦 1X1的活塞們其實 網路上都有很多教學啦 各位應該都知道怎麼用Youtube搜尋吧 應該吧 總之我們目前已經蓋好了喔 它的效果是什麼 就是我們踩過去 會把我們壓下來 然後就可以走過一格 然後恭喜就回不去啦 太棒了 然後這裡是... 阿洛加外面 欸...這... 這有瑕疵欸 這怎樣 總是這樣子啦好不好 我們再走一次 這個... 還蠻有趣的吧 應該啦 反正阿洛之後可能下來 他發現這裡有東西 他就走 喔 然後就可以過來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白痴的啦 那總之這樣應該還行啦好不好 希望那位觀眾可以滿一些 好啦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集的 就差不多到這裡 感謝觀眾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